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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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因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诸位大德比修 诸位居士同修 请宣开经文 请看经文 其讲堂金色 宫殿楼罐 皆七宝庄严自然化成 夫以珍珠 明月模拟 重宝已为胶落 覆盖其上 内外左右 有柱玉尺 或十有寻 或二十三十乃至百千有寻 众广生前 众广生前 各阶一等 八宫得水 赞然隐满 清净相结 未如甘露 黄金磁子 抵白银沙 白银磺沙 白银磺子抵黄金沙 水晶磺沙 抵琉璃沙 流黎磺沙 抵水晶沙 珊瑚持者抵琥珀上 琥珀持者抵珊瑚上 车驱持者抵马脑上 马脑持者抵车驱上 白玉持者抵纸巾上 纸巾持者抵白玉上 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 转供合成 其池岸上有沾檀树 花椰垂布香气朴薰 天幽波罗花 波澹魔花 居木屠花 分陀丽花 杂色光貌 弥浮水上 好 先看这个 这是 宝楼磁流第十六章 描述西方极乐世界 这些宫殿 楼贯 讲堂的 这种庄严情景 好 齐讲堂 讲堂就是佛讲经说法的地方 叫讲堂 金色 一般我们讲金色 就是精行者 修行的地方 就叫金色 一般就可以作为 这个秦南的指称 宫殿楼罐 这都是这些 往生者 佛菩萨住的地方 这些建筑 都是七宝 所装严的 建筑材料 都是七宝 而且它不要去设计 不要去人工建造 是法尔自然的 变化而成 所以说 你的念头 一动 想要什么宫殿 就有什么宫殿 那这些讲堂金色 宫殿楼罐 还有宝网 来覆盖 这些宝网呢 也都是由 珍珠宝 名曰摩尼珠宝 作为 这个 交坠在一起 交付网络 覆盖在这些 宫殿楼罐上 那这样的宝网 也是非常庄严的 你说它那个 珍珠模拟宝 一个一个坠在一起 每个模拟宝里面 又能印出 其他模拟宝的影子 这就构成了 重重无尽的 樱陀螺网的 那样的境界 就覆盖在这个宫殿楼罐上 在这些宫殿楼罐的 内外左右 又有七宝池八宫的水 内就是 这些金色宫殿楼罐里面 也有这种 浴池 外面也有 左边也有 右边也有 就是内外左右 有座浴池 就是它是充满着水的 水是代表这种 生命的象征 那这些七宝池 它的面积 有十有选 或者有二十三十 乃至百七有选 那么 重广生前各界一等 重就是指南百相 叫重 东西相为广 它的生前 各有不同 各个池子不同 但是如果这个池子 如果是十有选的话 它的 这个重广都是十有选 然后它的生 也是十有生生 所以重广生前各界一等 都跟它相应的 那个长度宽度一样 一等就是 一样平等 就是它的这种形状 非常有规范 这是描写这个八宫的水 其保持的这种形状 和它的面积 然后这个里面是八宫的水 湛然隐满 就是这种水 非常清澈 水池是隐满 水量丰沛 八宫得水 在玄章大师翻译 《春战净土佛摄受经》里 《春战净土佛摄受经》里面 就把八宫得水的名称 给我们点示出来了 第一是澄清 这个八宫得水 第一是澄清 不是浊人 不是浊污的 那么这样的一种 澄清的水 也都是阿弥陀佛自信 没有污染的心里面 显现出来 它就澄清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世界的水越来越浑浊 这是代表我们众生的心 越来越浊染 外面的水也就被污染 西方极乐式的水是澄清 第二是清冷 这个水很清凉 这是由阿弥陀佛离开 烦恼的心里面 显发出来的 这种清冷 哪怕是结果冻烧 这个水也不会沸腾 也是清冷的 我们这个世间的水 也有它清冷 清冷的这种一点特点 但如果你火一烧 它就会烧热 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水 永远不会烧热 第三就是干美 就是这个水的味道 非常的甘甜美味 第四者就是这个水清软 清软这是从 无我的善根里面流现出来的 它就能够柔软 我们这个世间水 你看虽然它是向下流 但是清而阳的水的体性 它还是很硬的 而且我们这个世间水 它是沉重 它只能往下面流 西方极乐世界的水 可以往下流 也可以向上流 所以你看它的水 可以寻作慈岸 到这个宝树上 沿着宝树来回流 所以它可以向上走 这都是它清软的特点 第五就是认责 认责就是它永远不会干枯 第六就是安和 这个水它给人的安全感 很祥和 不会有这种 我们感觉到这个水 这个三逢爆发似的 这样的水灾 不会安和 第七 饮这个水能够除壳 除壳我们可以理解 它可以除饥 你饥饿了 喝这个水也有饱的感觉 以及饮这个水还能治病 还能开神约体 离开种种身心上的过患 第八就是饮这个八宫的水 一定能够掌养六根 掌养足根也表明 这个阿弥陀佛从自信里面 出生一切万善 他就能够掌养一切德能 这是八宫的水 这个水 在《能源经》里面 二十五元通 讲到通过水 窃渡到元通 《奴来藏中信水真空 信空真水 清净本然周辨法界 随众生心因属之量 所以我们确证到水的这种真空 圆通之理 这个水就变成了八宫的水 这就是水禁源宪法的 但如果我们水染源 造恶业 那这个水也可以变成地狱的 地狱道的那种油锅里面的 废水 血河之水 但虽然是地狱里面那种 浊染的水 它也是信空真水 信水之空 谁众生心因属之量 所以我们了解这些 就是自信具备一切功德 一真法界 佛法界的功德 所以这个 随清净的因缘 就显发八宫的水 所以这个八宫的水 障然隐瞒就是佛境界的情况 所以下面描述这个水 是清净香洁 味如甘露 实际上这是第八宫的水 几个特点 主要特点的表达 就是它很清净 很香美 很洁 很洁净 它的味道就像不死的甘露 不死药 甘露那样的甜美 这个水的特点 原来我们看刘一鸣居士 在定中到西方极乐世界 八宫的水里面 就喝了一碗 回来之后 半个月这个毛孔里面 都有香味 香气出来 好 那下面描述这个七宝池 它或者是一宝构成 或者二宝构成 或者三宝乃至七宝 做种种不同的排列组合的构成 它这种构成 它这种构成里面也是非常奇妙的搭配 比如这个池是黄金 黄金的水池 但是它底下的这个沙一定是白银的 你金黄色跟白银的颜色一搭配 它就非常舒服 非常具有审美的法则 冷色调和暖色调搭配得相应 如果这个池 它是用白银作为它的池子的话 那么它下面的沙就是黄金沙 池是水晶池 然后下面是琉璃沙 琉璃沙 水晶就侧重在白颜色 水晶 那琉璃就有一点红颜色 那琉璃池 那下面就是水晶沙的搭配 珊瑚池里面下面就用琥璃沙来搭配 琥璃池下面就用珊瑚沙来搭配 乃至于你的池是白玉 白玉的水池 那下面就是紫模真金沙来搭配 这是一宝合成的 如果是二宝 比如说这个池是黄金白银的 构成的池 那么它的沙就是黄金白银的沙 如果是三宝合成的 比如黄金白银流离这样的池 那么下面就是黄金白银流离的沙 三种沙来铺成的 这些我想如果能做一个 这样的一个直观的图像 可能更有一种审美的震撼力 这种搭配 一定是符合着我们深层的 审美的原型的 这个至高的审美原型 是我们众生本具的 所以审美一般 它有它很强的主国色彩 当我们看到外境的 一个那么一层一滑 一个翠风 一木残云 这时候它所激发出来的 这种至高的审美体验 是引发了我们内心的审美原型 它才产生了一种 高峰审美体验的 所以这些表达 我们看过去好像很累赘 但是它是要让我们 产生一种关照的力量 把它观想清楚 观想清楚你在这个池里面 这个湛来淹满的得水 它实际上就观想着 我们这个实相的清净的心 它一定能引发 我们本具的信德 那么这个水池旁边 它的岸上又有很多树 这个树有沾潭香树 有吉祥树 这些树也是 也是种种珍宝合成的 它的这个树上的枝 花 叶就垂下来 像垂柳似的 就垂布下来 这个接近在水面 那这个树是珍宝合成的 珍宝又有很多香 所以这个树就有浓郁的香味 普薰 那实际上这个水 它也是有香味的 这个八宫的水 是它内在的功德 但是这个水的构成 不是我们地球的青耳氧的构成 极乐世界的水 也是七宝水 是七种珍宝 以液态的形式表达 所以这个水呢 既然是七宝水 它的水就有相应宝的光和色 以及它类聚的香味 所以这个水它就有 你看它流过来 那种光色非常的灿烂 又有很多很浓郁的香味 这个水的香味 跟树上的香味 又交浓在一起 这就是复香的熏息 香气普逊 然后这个池水上面 是布满了莲花 莲花有幽布罗花 这是青莲花 波炭魔花 黄莲花 君木头发 赤莲花 红莲花就是 分头立花 白莲花 青黄赤白 四色莲花 那么天 有布满了莲花 这个天 天是表明自然而然有的 也不是要人去栽种的 那这个 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在哪里诞生我们的法神会民呢 就是在这个七宝池八宫的水里面 所以了解这一段 就是要了解我们到极乐世界 深的地方 我们就是在这里出生的 九品莲花为父母 我们的莲花就是在八宫的水上 等我们从莲花出来之后 我们马上就能够登上这个慈岸 那慈岸旁边就有讲堂金色宫殿楼冠 所以我们一上岸就能见到阿弥陀佛 去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 那这个四色点花 遍布在这个池水上 有丰富的颜色 杂色 杂就是多的意思 繁多的颜色 光貌 就是这个光辉 光明 非常的繁茂 所以这个莲花 它不是憔悴的 它是莲花是充满生命力的 那这个杂色光貌 也跟我们众生念佛的 这个功夫是成正比例的 那么镜头经典告诉我们 他方世界众生 比如我们说过世界众生 只要自心信愿称明 马上这个七保持八功德水 里面就有一朵 标上你明智的电话 就在那里胆语出来了 黎明忠实阿弥陀佛 是拿着这个电话来接我们的 于是如果我们功夫用得精进 这个电话就开得越来越大 这个光色就越来越灿烂 如果我们中间退转了 不念佛了 这个电话也就慢慢地枯萎 所以我们一念心 也通在西方极乐世界 换句话来说 西方极乐世界的这样的 保持的莲花的庄严 也有我们的一份 也就是我们这些众生 也参与到了极乐世界 这种依报庄严里面去 所以这样的莲花 就普遍地迷 迷就是广泛地覆盖在 这个八功德水上 好 请看一下 彼竹菩萨 彼竹菩萨及身文众 若如宝池 易于令水目足 水及目足 于令子妻及至于妻 于令至妖 水及至妖 于令灌 于令灌身 自然灌身 于令环福 水则环福 调和冷暖 自然随意 开神阅体 荡除新构 清明晨洁 静若无形 宝杀印彻 无声不照 为难回流 转香灌注 安详徐事 不辞不济 波阳无量 自然妙身 随其属音 莫不闻者 或闻佛身 或闻法身 或闻生身 或极尽身 空无我身 大慈悲身 波罗蜜身 或实力无畏 不共法身 如通会身 无数作身 不起灭身 无声忍生 乃至 甘露灌顶 众妙法身 如是等身 撑其属闻 欢喜无量 随顺 清净离遇 极灭真实之意 随胜三宝 立无数位 不共之法 随胜通会菩萨 声闻属行之道 无由三途苦难之名 但由自然快乐之音 世故 齐国 明月 安乐 好 看这一段 这是描述 七宝石八宫得水 得水的 不可思议的妙用 极乐世界 这些菩萨 以及声闻众 如果要进入到 这个七宝池里面 沐浴 这么多声闻菩萨 沐浴 个人有个人不同的喜好 有的菩萨 希望这个水浅一点 只是 摸到它的竹根 它这水 就自然满你的意 摸到竹根那个地方 如果希望这个水 再深一点 这个到乞丐的深度 这个水就到乞丐深度 如果希望这个水 更深一点到腰部 这个水就能够在腰部 水位 这个 只要你念头一动 它马上水积 水积 积你的念头 不割食 马上满你的愿 如果你想使这个水 到自己紧脖子 这个地方 水 就能够游 到你紧脖子的地方 如果你想要这个水 能够从上面淋浴 灌身 这个水就能够到 你的头上去 从上面灌下来 来淋浴 这些都是 随着你的念头一动 这个水就能够随你的意愿 显现出来 这些都是法尔自然的 如果你的水 已经到了紧脖子 这个地方 比较深了 如果你想这个水 再回去 到脚跟那个地方 它的水又回到了脚跟 那样的浅的地方 如果你这个水 就是这个水 浅和深 你随时可以调节 再就是这个水的温度 你也可以去调节它 你想使这个水 清冷一点 温度低一点 它温度就低一点 你像使这个水 你想泡一个热水澡 温度高一点 它的温度就高一点 也是自然而然的 随大家的意愿 自然随意 这里还包括什么 如果你一个菩萨在里面 随你的意 也还是 虽然是不可思议 但还可以理解 现在是很多菩萨 都在里面 水只有一水 一池 一个水池水 可以瞒 所有菩萨的意愿 你这个菩萨 像这个水 在主根那个地方 那个菩萨像这个水 在颈部这个地方 谁同时 这两个菩萨所感知的水 都能满他的愿 但是就是一水 也就是在一个池子里面 这就是更为神妙了 一水可以满铜池 里面所有的沐浴者的意愿 包括这个能卵浅身 都是各个人都能满愿 但是是同一个池水 同时这个水呢 它不仅浅身冷暖水溢 而且更深的 能够让沐浴者 这个开悟 开显它的神识 使它的法性离体 得到喜悦 这就不仅仅是一般的沐浴 所以这个开身约体 是来自于它 当除新垢 新垢就是烦恼 沐浴能够把我们的烦恼 洗涤 除掉 烦恼就是我们的 见或施或沉杀或无名或 这个八宫的水 把我们的烦恼新垢 洗掉之后 我们当下的奴来藏性 可就不献钱了吗 这个信德献钱 可就不是充满着法喜吗 破无名哦 所以这个水 它就有帮助我们 修行佛道的 极好的真上源 所以这个水 你沐浴者一看 它非常的清净 非常明亮 因为它是珍宝的液态表达 非常的沉洁 沉浸 干净 它清净到什么程度呢 你看过去好像看不到水 看不到水 但是这个水下面的宝沙 地底下的宝沙 再深的底沙 都能够一览无遗 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而且底沙 它也是七宝的 显现的沙力状态 它也有光 它也有色 底沙的光色 跟水的光色 跟这个磁岸的这种 珍宝的颜色 这种光色是互相映 灰映 这个测照 由于水质的清净 所以再深的这个磁的底部 都能够照显无余 无声不照 这也表明 这个佛心的 这种清澈的程度 表明 这个坦荡的 这种特点 所以一个真正大修行人 可以说 为什么叫君子坦荡的 没有隐私哦 我们一般的人都讲隐私权 当一种事情 你不能放在光天化日之下 你怕别人知道的话 这本身 这就有它的阴暗 有它的阴暗的心 它所表现的水 那肯定也是阴暗的 它就照不到底部的 它也怕人照到底部的 这些我们都能够观照到 这样的一个无声不照 宝杀硬车的情况 这是一颗非常透明的心 离开一切 这种够然 阴暗的一种表达 好 再就看这个水的 这种表现形态 这个水就是 微微的波澜 微澜 在回流 回转 旋流 这个波在回流的过程当中 转相灌注 这个波一波之间 好像是非常亲切的 相互注入 互相注入 然后这个水 显现的是非常的安详 这个安详就是指一个禅定 大人之相 佛如果从禅定出来 都叫安详而起 所以这个水也有这种 佛的大人之相的那种神态 它非常安详 徐徐的这样的流逝 没有那种急暴的感觉 所以叫不辞不计 水 流的速度 失踪 中道 不是流的太反 也不是流的太逊 这种安详 徐逝 就给人一种 这种 禅定的喜悦的感觉 它又安详 但又不定在那里 还是慢慢的在里 然后这个水 水波 它扬起 扬起来 相互贯注 它就能发出 无量的阴声 这个无量的阴声 是由于这个水 是由种种珍宝 所显现的液态 这个宝与宝之间 它所 激荡出来的声音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些也都是 无作妙用 自然显发的 不可思议的阴声 那这些不可思议的阴声 就可以随顺着 这个沐浴者 这个保持的沐浴者 他所 他所发出的念头 如果他想闻 这个波扬的声音 他就能闻得到 而且这个波扬的阴声 它是也是像百千万种阴声 所汇成的交响乐 但是不想闻的 也就是吉尔无声 也就是水 往生者 沐浴者的不同的心愿 给予满足 好 这些妙声 实际上不仅是 娱乐的一种阴声 他在讲说 整个的佛法 障通别源 三十七道品 大小圣的经法 都在这个波扬的阴声当中 展示出来 所以这些沐浴者 或者闻到佛声 或者闻到法声 或者闻到声声 这就是三宝的声音 闻到这个三宝的声音 让他回光返道 也深情念佛念法 念声之心 这种佛法声三宝的这种念 是要回归自信去念的 所以闻到三宝的声音 再就是闻到二称的佛法的声音 或极尽声空无我身 二称 破人我空 或者闻到大乘菩萨的法音 大慈悲声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声音 波罗蜜声 就是道彼岸的声音 是六波罗蜜 乃至十波罗蜜 乃至无量波罗蜜的 大乘佛法的音声 或者闻到佛的果地上的法音 这就是十地 四种无畏 十八不共法的声音 这个是佛教的基本常识 但我们要了解 常常把佛的实力 佛的实力就是 如来的十种智慧之力 第一种是知四处非处之力 就是知因果 知四处 就是你修如是因 必然得如是果 修善因 必然得善果 这就叫四处 那非处是什么呢 你造了十个业 想上天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修十个业 不是升天的因 是下三个道的因 所以造十个业不能升天 这是非处 所以佛都能知道 这样的因果的 这样的情况 叫四处非处之力 第二是知过去 现在未来 三世的涅爆之力 知众生种种 在三世轮回当中 涅因果报的智慧之力 第三是知足禅解脱三面之力 就是你一切修行 能修禅定 是世间的禅 还是出世间的禅 这个禅定是能得到什么果 或者还能够堕落到什么地方 佛都知道 第一是知一切众生 足根上下之力 就是知一切众生 祂的根基是顿还是利 这个智力 知一切众生 种种异于智力 就是知一切众生 祂的好要 祂所需求是什么 佛知道 知一切自助道之力 就是你现在修道耶 修的是什么样的法门 会到达什么样的目的 佛都知道 你会到达什么地方 知天眼无碍之力 就是佛用天眼 就是佛用天眼知道众生 生生世世 在哪一世里面 他的相貌等等 这样的一个情况 没有障碍 知宿命无漏之力 知道他众生的宿命的情形 最后是知永断 习气之力 佛知道自己和他人 不仅断了所有烦恼 而且习气都永断了 这个智慧之力 我们了解 卢来的实力 一方面 对成佛我们一种 希求 仰慕神王 另一方面 特别对净土法门的 他的救度 如果我们对 卢来的实力 有甚深的了解 我们对仰靠 尼陀救度的信心 就会增上 我们很多人 对念佛法门 能不能往生 他总是站在 自己的这一边 谈力量 谈功夫 他完全忽略了 阿弥陀佛的那种实力 如果对尼陀的实力 有甚深的了解 那么他的信心 就会坚固 他就能得到 安心安乐 所以我们常常去了解 佛古地上的功德 是非常有必要的 所以大家有时间 可以看看华眼睛 华眼睛也是 在很大程度上 展示佛的古地上的那点 无畏 就是四种无畏 佛讲经说法 会说 我是一些种子 得一些种子 说这个话 无所谓 佛说 我是一些烦恼漏尽 说这个话 无所谓 这个佛说 有些法门能够障到 障碍得到 对这个 做决定说 无所谓 佛 佛会说 一些正法 能够进三界的苦道 把它说出来 无所谓 这是四种无畏 十八不供法 就是佛有十八种功德 主要从身口意 这种精进宗 这种精进宴会解脱的层面 谈到这个佛有十八种不供法 这个说起来就很多 大家可以看看大字多论里面 对这一段的描述 这是能够这个持谁的谁 能够说出佛的果地上功德的声音 下面是足通会声 足通会声 通就是通达智慧的声音 这个足通会声是代表 三贤位菩萨 他证到这种智慧的这样的声音 三贤位就是 十足 十行 十回相 他破一品无名之后 所证到的智慧 各有浅身的不同 这是周通会声 无所作声 不起灭声 这是展示 登地菩萨 从初地到七地菩萨的法音 无身忍身 这是指八地菩萨 这个正的 离一切心意识 无功用道的这种法音 乃至甘露灌顶 这个等觉菩萨 这是指等觉菩萨的这种法身 灌顶这是引用五印 一般转能圣王 祭位 他要用大海水来灌顶 表明他祭位的象征 用这个来 等觉菩萨即将要成佛的时候 十方诸佛用甘露灌顶 表明他受计着佛之下 所以你看这些 奴士等身就涵盖着佛法的全体的内容 那么这些都能够应 沐浴者的根基 号妖 希求 来显现这样的声音 所以这沐浴者听到这些声音 就跟他的根基 号妖相符合 他就能得到法义 能够了解这个音声的法义 能够跟涅槃十相相应 能够当下能够切入 所以这些声音 如果没有发菩提心的众生 一文能发菩提心 如果曾经是出国的水平 一文这声音 他就能证二国 出地菩萨就能证二地 他都能够得到相应的法义 所以他就法喜充满 欢喜无量 那么听到这些法音 就随顺 随胜真如实相之意 真如实相 他表达就是清净 随胜清净之意 随胜离欲之意 随胜极灭真实之意 这个随 就是随着这个音声 就渗入 这个切入到这样的一个 清净 离一切 欲望的 无为的 极灭真实的境界里面 那么再就随顺 切入到佛法身三宝 奴来的实力 四种无为不共之法里面 随顺这些 这个三贤魏菩萨 以及身文属行之道 他这个身文 随顺他的这个道 如果身文破见识或 他就得一切字 菩萨破成煞或 得这个道种字 佛一切无名断尽 得一切种字 所以这些通往智慧的程度 浅身不同 但是他都有相应的道 道就是通达的意思 通过这个道 可以达到那个目标 那这些音声里面 唯有听到佛法的妙声 他听不到苦难的声音 所以这些音声 没有表达 地狱恶鬼畜生 这些苦难的名称 包括其他的不善之名 都没有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他为什么亲近 就是不好的 不如意的事实没有 连名字都听不到 他就干净了 他只是有 有法尔自然 显发的快乐的音声 让人这个善根发露 法喜充满的 这样的美好的音声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就叫安乐 有他的安乐的特点 这样我们就看 这个水 他的得用 第一 水能随 沐浴者的意愿 能乱浅身 水能讲经说法 在其他的经典当中 还表述 当沐浴了之后 这些沐浴者 再就坐在莲花上 坐在莲花上 那自然的风又吹过来 很凉爽 然后他就 或思维 或诵经 或讲法 都能得到 更上一步的 正位的 这样的法义 所以沐浴之后 他能增进道义 那通过这个水的表达 你看这个水 是一个无情之物 但是他竟然可以 做这种妙用 那你说这个水 是一般的水吗 那这个往生者 通过这个水 他就会生气地感受 这是佛水 或者就叫水佛 就是一个佛的一种展示 他就具有着佛的三乘四德 的作用 这就把 阿弥陀佛因地 他一个发愿 就是一切皆成佛 通过这个八公德水的 这种三种妙用 表达出来 当法藏菩萨 原成四十八大愿 自然而然成为 阿弥陀佛的时候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 所有的一切都是佛 一切皆成佛 也就是华言经展示的 情与无情同源种制 不管是有情还是无情 都是同时圆满了一切种制 所以这段描述 也就跟华言的境界 也是无二无别的 好 请看下面 阿弥陀佛国度 足往生者 聚足足世 清净色身 足妙因身 神通功德 属处宫殿 衣服 饮食 众妙花香 庄严之巨 忧 第六天 自然之物 落于时时 七宝薄气 自然在前 金银 琉璃 车居 玛瑙 珊瑚 琥珀 明月珍珠 如是足博 随意而至 百味饮食 自然隐瞒 虽有此时 时无时者 但见色闻香 亦以为时 自然饱足 身心柔软 无所未浊 无所未浊 事以化趣 实质浮现 比佛国度 清净安宁 微妙快乐 赐予 无为 泥环 之道 好 这是 一时自然 第十七章 佛又告诉尊者恶难 阿弥陀佛的 所做出的 刹土 那些 诸往生者 诸往生者代表各种身份 各种不同正位的 这些往生者 他们都平等的具足 这样像佛那样 清净的射身 就是三十二线 八十水星号 指摩正经色 都做表达 他这种 清净的射身的 这样的功德 以及 他们 能够发出 种种 微妙的音声 这个 西方 极乐世界 往生者 他 讲出的话 非常深远 非常清净 表输他 说这话 像三百口钟 发出的声音 如果我们一听 都可能 要 不止耳龙三日 可能耳龙 一辈子 三百口钟 同时 发出的声音 一般人都受不了 发出这样的妙音 具有 神通 六种神通 神通的功德 这是阿弥陀佛 前面的 这种 前面几条约 让这些往生者 得到 寿命通 天眼中 他心通等等 这些神通 都显现出来 那这些往生者 他的 支撑用具 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 再介绍 这些往生者 他 他所做的宫殿 是一念而至 想做什么宫殿 念头一动 就是什么宫殿 这个宫殿是 想是黄金的 是白银的 他都可以随心所欲 这个面积的大小 建筑风格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特点 也是随你的好要 来显现 这是他所住的地方 然后 衣服 念头一动 想要什么衣服 自然在身 那这个衣服 都是七宝的衣服 这个衣服里面 当然也不仅是 披的衣服 还包括一些 装饰品 这个宝冠呢 帽子 宝冠和装饰的 还有音乐呢 还有这个 避穿呢 这些 也都是念头一动 马上 在身上 那这些衣服和 这个宝冠 包括音乐 都是 七宝的 乃至无量 重宝合成的 你看这个 往生者的身体 多么庄严 那是 珠光宝器 非常庄严 这是外面的 衣服 饮食 饮食也是 自然现前的 你念头一动 想要什么饮食 就要什么饮食 还有 重庙花香 专严作剧 重庙花香 一方面 你可以装饰 自己的宫殿 类似 还有 这些往生者 如果到 他方世界 想去供佛 这些 这个微妙的 花呀 香呀 床呀 盖呀 音乐啊 也都 现前 这就比喻 就像我们预计的第六天 他化自在天 他所享用的一切知生用具 也不需要自己劳作 自然现前一样 这里只是一个笔框 那么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宫殿衣服 饮食这些 比第六天 他化自在天 要高妙的太多 他只是用这个比喻 有一个特点相似 就是自然而来现前 不需要去劳作 那看着这些我们就是 跟我们世界一相比 这里形成个鲜明的对比 我们这个世界 由于土豹不够 想得到这点住的地方 衣服饮食这些知生用具 非常辛苦 甚至 重生到死 一辈子 就为这些知生用具 去奔波 去劳碌 有时候还衣食难机 为了得到这个 每天自不择手段 挖空心境 这个造作种种的恶业 所以这种生存状态 它本身就是很苦的 苦就苦在什么 我们的生存志愿太匮乏 我们没有念头一动 就能显钱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经过心情的劳作 才能得到 这里面就导致了 我们的身心的那种丫头感 所谓的生存压力 这种生存压力 越来越大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心思去顾及道德 顾及精神 顾及宗教 顾及心性的价值 顾及审美的价值 你看那种 那种生存压力 把这种知识用具 看得越来越重的时候 也就是它心灵空间 越来越狭窄的时候 也就是一些美好的东西 越来越边缘化的时候 也就是众生相互之间 越来越痛苦的时候 那西方几多世界 为什么是一个很好的道场呢 它没有生存压力 它这些知识用具 念头一动自然在行 那大家不要以为 看到这些是不是讲神话 是不是是事实呢 我们说这绝对是事实的 它也符合科学的法治 我们上个世纪 爱因斯坦讲 这个职能互变公式 1等于mc平方 就是依这个能量 等于m质量 乘上c是速度的平方 这个公式虽然简单 但是简单的是最高的真理 它是结束了物理世界 一个奥秘 这个能量跟物质 这些能量跟物质